在昨天的节目里 我们认识了来自广西的一对夫妻 林先生和徐女士 27年前 徐女士不顾父亲反对 执意嫁给林先生 不曾想却换来了 被孤立的27年婚姻生活 冒着生命危险生孩子 却换来丈夫的冷言冷语 靠自己打拼 在广中买了三套房 可遇到困难时 却指望不上丈夫 和妹妹起冲突 丈夫依旧不动于衷 你不相信我 你相信我妹妹 27年的婚姻生活 让徐女士满心委屈 却也让林先生心生麻木 因为这种事情 发展得太多了 有时候有点麻木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将看到 徐女士控诉一双儿女无情 儿子甚至对自己动手 她都动不动就哄我 本该是小棉袄的女儿 一点也不贴心 叫她做点家务 她就老是计较 更让徐女士生气的是 丈夫却和儿女们统一战线 来对付自己 她就一味地在骂我 就张 说我不应该说那个女 然而面对徐女士的指责 女儿小林哭诉 在这个家活得实在太痛苦了 她每天回来 就是把负面情绪传 给我 给我的 给我爸爸 给我哥哥 那么 女儿小林口中的话 是怎么回事 面对错综复杂的家庭矛盾 我们的调解团队 又将如何破局 今天在场的四位 到底是谁遮住了阳光 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 被全家孤立的妻子下集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好的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就因为做生意忙 那时候我的AG在判一期 我跟她处理也不当 其实她很聪明 但是她又比较叛阅 给老师经常有较劲的时候 完了她搓山 成绩就下降到中下游 班主任就说 叫我们过去 她说她这种情况 可能考高中 可能也没有希望竞争那么大 她说她在这里经常调皮捣蛋 要不就让她先退学 什么呢 去读那个极高 那我们也不太懂 就班主任这么说 我们也知道她是调皮 那就签记了 那她就没有参加中考 完了她心里面有个很深的结巴 当时她也没说 我们也不知道 你不签记 她一定要你有这个权力去参加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就签记 她后来就为了这个事 就结给我结案很深 说我们去把她的前途匪了 就回来就很沮丧那种 她姻缘是老心玩手机 玩通宵 那我看到她那种状态 也不理解父母亲 也不自己来去记救 那我就生气又说她 她就动不动就哄我 要揍我 我就怕她力气很大 我就求助报警 我就怕她把我打死 怎么找我错手 所以也有这种情况 林先生呢 你不会跟林先生求个住吗 他是爸爸呀 我觉得他进了责任也不是很足 就好像我跟闹了 你就好好地跟我一起聊一聊 他就有时候他一看我在什么了 他也跟着什么 就是很不会灵活那种 刚开始他们有冲突的时候 基本上他就会说 我不帮他帮儿子 那后来我就基本上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基本倾向他 但是后来再发展下去 我就觉得很这样不行 搞得那小孩不好 所以到后面我支持的话 基本是就是小孩子多一点 我因为他的问题多一点 他的教育方法不对 他基本上是骂的多 埋怨的多 指责的多 所以在你看来 许女士的这种方法 让孩子变得跟他关系不好 对 跟他叛逆更加不听话 他妈妈要他做什么 他就要跟他反着做 就不想达到他妈妈的意愿 就是这样 林先生认为 母子不和的根本原因 是因为许女士 不懂如何教育孩子 自己本也不想和他打擂台 实在是妻子的指责埋怨太多 他害怕这样的负面情绪 会淹没儿子 所以他必须保护儿子 可是当家庭变成战场 只要其中一方势力弱了 他就会想着发地找回场子 果不其然 许女士又和女儿 我说你要收你也晚一点再收 我再给你 要不你去怎么样欠一下那方 怎么样 就一直指宰我 指宰我 那他也就很会什么的 看到他爸爸回来 他就来世了 他就大成在那里哄啊哄啊哄啊哄的 我就更来气了 后来我就说我真的过不下去了 我说如果你这一天不来金牌调节 我就挤我走了 如果能来能调得好就好过下去 不能来我就我真的过不下去在这个家 一个家四个人 对 没有一个人就理解给我 我都说我很累了 叫你们洗下碗我来拖地 你们都斤斤斤斤斤叫 最不落好的那个人就是你 但好像坐得最多的那个人还是你 每天晚上我睡得最晚我起了最早 就是袁先生节那天嘛 就是他那种语气啊 他那种词语啊就比较 比较就是说比较野蛮那种 比较粗鲁那种嘛 我就跟他说你这种方法不对 这种方式不对 我就比较大声 他就愿意我帮女儿说话嘛 可能他就是生气我这样子说他了 其实后来我问我女儿 为什么会不愿意洗 我女儿就说 他元宵节前老是提什么 赞扬他表妹这样好那样好 又指责我女儿这样不好那样不好 当时他心情就很很不好了 就觉得他的负面情绪太多了 一回来就把这些不好的东西跟他说 当时就很不高兴的了 到元宵节的时候可能叫他洗碗呢 他就不愿意洗可能是这样 他的状态就是很生气嘛 骂起来就说有些不是事实的 他也会刷出来了 在林先生看来 如今妻子落的这个处境都是他自己造成的 哪怕他为这个家庭奉献的再多 也抵不了他对自己和一双儿女的心理伤害 一边是有理有据的林先生 一边是泪眼婆娑的徐女士 双方各指一词 面对场上的情况 我们决定请女儿小林来讲述他眼里的这个家 当时我哥在房间里我就跟我妈说 就是开玩笑 就是笑笑跟他说 我说你让我哥洗一个碗呗 今天平时他们吃的碗都是我洗的 然后呢我妈刚开始又答应我了 后来又不答应了 后来又让我洗 我戴那个手套 挂在上面它掉下来 他说我摔一碗给它摆脸色 他就拿着棍子打我 打我又受不过后来 他又想扇我巴掌 我就躲起房间里把门锁了 锁了他又一直说 一直说我表妹怎么样考得很好 又说我考得不好 一直说以前的事 说我以前考高中不努力 就一直说 然后又说一些很极端的词语 当时他很生气嘛 我不敢开门 他会打我 然后我就跑 他不生气的时候我就跑不出门去 我就报警了 你是真害怕了 然后我就躲在一楼 保安叔叔就看着我哭 问我怎么了 我说跟妈妈吵架了 因为洗碗 然后那个保安叔叔说送我回来 我说不用 我报警了 不敢回去 就是在你心目当中 真的会害怕妈妈会伤害到你 怕到要去报警 因为他有的时候情绪非常激动 他自己会做出一些很极端很极端的 很极端很极端的动作话语 就让你想不到他会做什么 就有的时候本来一早上刚起来心情好好的 他就不知道怎么又会突然传递一些很负面的情绪给你 让你心情也不好 本来就是件很小很小很小的事情 他还是会说得很大很大 就是你在这个家里头有 在你的记忆当中非常开心的时候吗 没有过 就是你想到妈妈的时候 你的感觉 我理解他很忙 理解他一个人打病很累 所以他每次 他一叫我就会出来帮他 他他鼻息是比较暴躁 然后等不了 但是我真的没有义务承担他的负面情绪 他每天回来就是把负面情绪传给我 给我爸爸 给我哥哥 我是住宿的 我跟于待在学校不愿意回来 其实我觉得爸爸妈妈已经买了三套房子 估计我觉得没有必要再买房子了 也没有必要去贷款了 而且就差一套已经快还上了 房贷快还完 我觉得没有必要了 但是我妈妈还是想要去挣钱 还是想要去买房子 其实他是因为第一个哥哥 情绪才不好我能理解 他是因为当时没有钱穷霸了 然后现在想搞钱 想努力赚钱 他怕我以后也就是没有钱 只有走了 我可以理解他 但是他因为 他有一边搞钱 一边又养我们 就没时间陪我们 就天天家里大事小事 他不在就全落在我身上了 我觉得我压力也挺大的 其实我倒觉得你还蛮心疼他的 我当然能理解他 徐女士 跟女儿有过这样的交流吗 有过 我经常会跟她说一下 我以前怎么样 你有知道女儿心里的这些想法吗 知道一部分吧 并且她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不希望家里再这么负面了 我也开心不起来 因为我跟我老公的感情 她经常这样子 我心里面也很不舒服 所以我也存在不了 给孩子太多快乐 作为父母 徐女士和林先生 不应该将一双儿女 裹挟进他们的纷争 让本应是花季的少女 脸上只剩斑驳的泪痕 看着泪水连连的女儿 一旁的林先生坐不住了 她说 这个家庭不只是儿女 自己作为丈夫 也在饱受着妻子的折磨 活得毫无尊严 甚至徐女士对自己 更是一言不合就动手 好的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因为她回来基本上会说 你这样不好那样不好 她就会这样 因为她会回到家 看到家里乱糟糟的 或者是那个什么食物 没吃或者没放冰箱 那她就会生气了 然后她就会骂你废物 白痴 这些话 就是很侮辱人的 她这些话她很垂口 就会说出来的 就是说 不是说考虑到 你对方怎么样怎么样 她没有这种考虑的 她就很垂口就说了 你这个废物 又搞得这样那样不好 说我也是这样说 小孩子也是这么说 有一次吵架 隔壁的老板来抢架 他还当隔壁的老板打我 打我的脸 我当时我也没有反省 反正跟他打架了 我是基本上没有先动手的 就是没有价值 没有尊严 是吧 反正别人就觉得 他可能不会尊敬人 所以那些小孩子 可能也是很不会尊敬人的 我跟你说 我打他是怎么回事 他借钱给我外家 就是我娘家的人 你跟他又不熟 你借钱给他起码 要跟我说一声 他怎么回答我 他说关你什么事 借钱是我的钱 是我的事 我就非常生气 我说我还跟你是一家人 我还没有离分 你怎么说这个钱是你的呢 但是这个你动手打人 就是当在外面的这种场合之下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感受 包括你 他刚刚说的 平时你的那个话语里面 说的那个废物啊 什么滚啊 这些话 在你嘴巴里是经常出来的 这是有说 因为我跟他是无法沟通 就是说 也不是说一开始就说 就今天很生气的时候 我就跟他这么说 就说多了 就跟他没有好气 好意气 徐女士的语言暴力 恰恰印证了她的内心 存在着不安感 就像孩子撒泼打滚 获取关注 徐女士也是通过她的语言暴力 来获得丈夫 以及一双儿女的回应 可是正是因为她的这份强势 为她造就了一副铠甲 在保护她的同时 也把家人挡在了门外 面对厂商的情况 观察员孙云美认为 在这个家庭中 四个人四父面孔 没有一个人是幸福的 那我先说一下 我对每一个人的一个 第一感觉 就是怨恨的妈妈 隔离的爸爸 无助的女儿 防御的儿子 就没有一个人是高兴的 没有一个人是幸福的 林先生这边 我觉得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太隔离了 就是徐女士像一团火 你像一个水 一个兵 她是对生活有一些要求 她也有一些期待 但这些东西 你不在意 她希望你出头的时候 你不出头 跟婆媳关系的时候 你跑掉 她希望能够去 能够去帮她去撑一下的时候 你不去撑着 所以说越是你在后面躲 她就越强势 她又觉得靠不了你 只能靠我 靠我我就一层层地 把自己给武装起来 然后她给出去的 只能是这种硬邦邦的 攻击的 其实更多的 要想办法去化解她内心 那个坚冰 就是重新去面对那些事情 然后重新去面对那个感受 让她感觉到说 你不是那么冷血 然后两个孩子 你们的感觉还好吗 儿子好像整个过程没有说话 平时爸妈妈会有争吵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受 我习惯了 就习惯了 习惯了 他们正常我也管不了 也说了 说一些自己的想法也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那如果比如说 妈妈她以后说话 如果可以温柔一点 你觉得好不好 不好 不好 我不习惯 就是不吵架就行了 我就是希望正常一点就好了 不要老是吵架 一起吃个饭 出去走一下什么的就行了 那我再跟徐女士再说一下 这个家里面 我觉得那个核心的那个人是你 其实你只要开心了 其实家里面就开心了 那刚才其实儿子这个话呀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警醒 我们说一个孩子 他未来他的幸福的模板 其实来自于这种自己的家庭 如果他习惯了说 吵吵吵吵 这是很正常的 那未来 他的将来幸福的模板 就是他走到婚姻里面 他又会觉得吵吵吵吵也是正常的 碰到问题我也不好好去解决 话我也不好说 未来 他其实很难幸福的 包括女儿 其实也很难幸福的 那我们现在真的需要在这个点上 双方都要做一些改变 因为其实我可以看到 赛场的另外三个人 对你的这份渴望 好吗 你们家充满的是吵闹 指责 抱怨 除了身体暴力 就是语言暴力 棍棒打女儿 砸电脑 你们俩互相殴打 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和谐都没有 就更不用谈温暖温情 所以我想问问 今天在场的四位 到底是谁遮住了阳光 四位也去想一想 为什么一个家庭 不愁吃不愁穿 有三套房子 还开着一个档口 最后自己的日子 却过成了这样 而今天在现场 每一个家庭成员 都充满了委屈 泪水 你想这是何等的痛苦和负面 别说孩子了 就我听着都如此的压抑 第二 四位 你们家庭是角色错位 坐在这儿 双手缩着 头也不敢抬的这位男人 这个丈夫不像男人 为什么她在这个家没有自尊 没有尊严 从来没有得到过尊重 儿子不像儿子 为什么呀 和自己的亲生母亲 可以武力相向 可以称之为叛逆 女儿呢 18岁的那份青春 那份可爱去哪了呢 再来说说许女士 你自己吧 就没事把情绪 怼向这个 怼向那个 怼完了你自己快乐吗 所以呀 你们各自轨道的偏离和扭曲 只会让你们这个家庭 乌云越来越多 阳光永远照不进来 所以四位 回到自己的轨道上去 我最后还是希望 四位吧 能不能携手 今天在金牌调节 看清楚自己身上的问题 不去 互相埋怨和指责之后 四个人携手 拨开乌云 重见阳光 让生活 渐渐地充满了 幸福 和谐和喜悦 这才是你们家 本该有的样子 徐女士 你失去孩子很痛苦 工作打拼 一路走来很辛苦 注意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痛苦 林先生也痛苦啊 他也是当事人啊 林先生的痛苦 谁关照他呀 他还得 有一部分要托起你的痛苦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两个都没有好心情 互相伤害 那这个钥匙在哪里呢 这个家怎么回事呢 我认为啊 叫做尊重 越是在痛苦面前 大家必须团结 相互尊重 如果我们懂得尊重 自己的妻子 懂得尊重自己的丈夫 我们不会说出那些伤害人的 过于尖锐的话的 我们会把伤心拿出来 而不是把伤害拿出来啊 所以孩子面对这么多压力 学校的压力 家庭的压力 成长的压力 他也没地方化解 那他只好也用不尊重 来抵抗不尊重 所以你们这个家最缺的是这颗心 面对苦难的时候 能不能安安稳稳的 一样一样的去面对 然后保持一种从容 保持自己的形象 保持对别人的尊重呀 好 你这里委屈第一号 排第一 最多 林先生不委屈啊 两个孩子不委屈啊 都委屈 怎么办 靠互相点亮吧 靠家里面的人一起加油吧 要不然我要家干什么 家是拿来折磨我的 否定我的 一个孩子说 他宁愿住校 他不愿回家 这是家庭的最大失败 应该让孩子这样说 我在外面再不开心 全班倒数第一 但回到家 我爸妈永远都信任我 都在默默为我加油 都在耐心地陪我长大 这样的家就是成功了 你现在有点迷灯啊 徐女士 赚钱 安全感 拼命赚 继续赚 结果身边的人 没有一个人有安全感 所以你都委屈啊 支持一半 否定一半 可以调整的 拿出你的善良 拿出你的爱 他们为什么不开心 因为你在这个家很重要 今天我们不是批评你 是提醒你 是叫醒你 记住这把钥匙 尊重 这个钥匙 首先在谁的手里 在你的手里 杰健云认为 虽然表面上 徐女士孤立无援 被丈夫和一双儿女排挤 但实际上 这个家庭的能量来源 恰恰是徐女士 只有徐女士 走出情绪的桎 抚平心上受过的伤 久而久之 家里的三个人 都会尝试慢慢向她靠近 密室里 徐女士告诉廖喜玉 自己现在很迷茫 就像一个签一样 我都看不到什么方向 现在我就很迷茫 不知道该怎么走 她也没有 对我也不这么关心 就觉得我一个人能够撑 但是我说 我一个女儿在前面 也要男人关心 对不对 要我嫁个老公 你现在哪里是女人 你是男人中的男人 生活里面 有很多的烦心事 学会 用微笑去解决 不是用争愁去解决 好不好 学会 让有些事情 让老公去承担 我问你 这段婚姻 你愿不愿继续走下去 如果过得比较什么 和谐 能理解我 再苦我也都能跟她过下去 还是希望她能做点改变 第一个要求是什么 对我多一点关心 我姐姐也觉得我 身体不如以前 对 第二点 对琴妈妈表示一下 情伤太低了 那不是说什么 她说琴妈妈是没有的 你希望她说吗 我就要 我肯定希望她说 那好 我希望她回来早一点 她都不愿意 听完了许女士的两点要求 廖席玉认为 除了夫妻问题 同样需要修复亲子关系 随即 廖席玉找到女儿小林 小林一进密室 就给了许女士一个拥抱 她妈也爱你 妈妈说有时候很激 许女士的一句爱你 让小林泪水连连 廖席玉认为 许女士在今后和女儿的相处中 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一句宝贝我爱你 女儿感动的流言 以后就用这种说话 跟孩子说话 好吗 来还原那个时候 你叫女儿洗碗 爱姐 有时候妈妈手腕是很激 有时候也很累了 叫你帮个下忙 你可以原谅妈妈 以前做的不恰当的地方吗 来 我知道你很辛苦 去年认识说我很好 那年我真的很理解你 所以我什么都顺利了 因为今年 我快受不住了 因为我真的快受不住了 所以我鼻气也变得暴躁 以后我尽量调节我的情绪 得有控制好情绪 其实可以不用那么多钱 可以把时间花费的家庭 进入位置 觉得爸爸做的也不对 很多事情应该不支持你 但是有时候你也没有理解爸爸 爸爸也没有理解你 所以你们两个人 就经常吵架 你们也没有坐在一起好好的沟通过 一次都没有 我想你爸爸带动一下我 但是你跟他说的时候 你老是哭着 然后又很凶又哭诉 他抓不到重点 他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他就会很模糊 然后又不知道怎么干 然后老是老是唠叭叭就很麻糊 老是在这个家也很麻糊 我现在 就想今年改变了 我爸爸是最棒的的 随即 女儿小林 给母亲送上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母女二人达成和解 徐女士这边似乎开了窍 那么林先生那边又是什么情况呢 觅视另一边 林先生告诉徐磊 其实自己的内心还是很认可妻子的 我对她的辛苦我是很认可的 是她那种心情嘛 生孩子很辛苦 而且她失去一个孩子 她比我痛苦 我觉得 我比痛苦 但是我很容易把这些事情我不想 我一想到这种事情 我就马上不会想 反正我也不提 也不想 就忘 她可能就老是会想这种事情 我就觉得她可能比我痛苦 这个我认可她 对 我的条件的话 作为账务 我就只能自动关心她了 还有我尽量我能做的事情 我就尽我的能力去做了 其他我做不了的话 只能说通过学习 让她兴致不要那么急 因为有些东西我还没学到 你就要求很高的话 可能我就做不到 给你一段时间 还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她一直在强调的 就是这种担当 并不是说你要瞎出头 就是你要站在她的角度 给她考虑体会 因为她可能受了委屈 并不是说要你怎么样 但是你这种给她的细节的拥抱 说两句心疼的话 可能她一下瞬间她就融化了 看到林先生的改变 徐磊决定乘胜追击 他找到寡言少语的儿子小林 试图打开她的心结 现在在干啥呢 现在我在我朋友那边帮她忙 她做超市 多久回家了 最近半年 我回家就两三次了 我因为回家不开心嘛 你为什么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就是会对妈妈动手 现在后悔吗 后悔啊 现在妈妈不在吗 想跟妈妈道歉吗 我想跟我妈妈说一下 妈妈 我很对不起你 我从来没有体谅你 没有做到一个儿子该做的事 妈妈我希望你多包容一点 我也会经常回家的 不会老是待在外面 自己有什么规划 如果能回去再学点东西也好 我想着再回去读一读 感觉我从来没有 就是认真的过一次数 或者是认真的做过一次事 所以我想回去认真的 再做一件事 就是不管她最后做得好不好 我都想去认真的 把一件事再做一遍 对 希望妈妈鼓励你吗 希望妈妈相信我一点 支持我一点 密室里一家四口 似乎都有了全新的认识 那么密室过后 他们会如何表态 调解马上回来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们从密室出来 继续回到调解现场 看看林先生还有徐女士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阿婆 你确实辛苦了 这么多年这个家都是你操劳 我对你是十分感激的 还有我以前说过那句话 我就希望你们原谅我 说对不起你了 我也爱你了 但是我希望你以后 我们都改变了 像是对孩子有个性感 我们一家活活默默的 过去的东西就不要想了 这两个才是我们的真爱 好吧 想你们理解一下妈妈 对 我以后我会更主动地关心你的 好 谢谢佛老师 辛苦了 我是看了好多年你们这个金牌调解 你看了这么多年脾气都没有降下来 但是我就一定要到现场来见见 像廖老师我都很熟悉 我几乎每一期都看了 我今天最高兴的是什么 一个你说话变慢了 温柔出来了 第二个我看到两个孩子 尤其是我们小林这个小伙子 其实他心里面装着的是对你们的期待 而不是抗拒 感谢了 那最后我们送你们一本书 这本书幸福二十一万 很多人都在问幸福在哪里 就在身边的人的手里面 小帅哥 回去 谢谢佛老师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过去的都忘了好不好 好 对 对对对 大家的积极行动 好 谢谢老师 调解的最后 我们看到寡言少语的林先生 勇敢地向许女士表达内心的感受 而许女士也卸下强硬向林先生说出爱 一家四口围抱在一起的一幕不禁让人动容 希望今后的日子里 他们再遇到矛盾时都能回想起这一幕 因为只要新奇 这一家人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其实好的婚姻是不需要技巧的 无非就是两个带着铠甲的人 遇到对方后都克制住被伤害的恐惧 一点点卸下铠甲 然后真诚相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